这个视频叫解决你夏天穿运动裤出门的所有尴尬问题 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变身运动辣味 第一个想要帮大家解决的问题就是尴尬线 尴尬线真的实在是怎么说呢 就是太尴尬了 在穿上方法上如何来避免尴尬线呢 第一点就是千万千万不要真空 其实尴尬线之所以会出现 就是因为我们运动裤前面那条缝合线 它就会向上勒出那个形状 所以大家去买那种前面没有中线的运动裤 这种通常来说就比较不容易 就是勒出尴尬区域 第二个就是去穿那些面料稍微硬挺一些的内裤 第三点就是如果说你的尴尬线问题非常严重的话 你可以尝试在你的内裤里面去垫一个护垫还是护垫 我不知道这个标准的发音是什么 这样也可以帮助你去防止出现这种尴尬线的问题 第四点呢就是在你穿着运动裤的时候 不要过于的向上去提拉你的运动裤 就不要使劲去勒它 然后另外把你大腿跟地方的运动裤的面料向外转一些 其实这样都可以改善和防止出现尴尬线 来吧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要干嘛 哎呦我天呐 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女生在我发穿运动裤的照片的时候 一定会问我的就是如何避免出现穿运动裤有内裤边的这种困惑 另外还有一些女生问我为什么她们穿运动裤看起来后背有四瓣屁股 其实都是因为你穿着的内裤是不合适的 我自己穿运动裤的时候一定会选择穿丁字裤 如果说你不习惯穿的话 可以去选择有一些那种运动品牌出的无痕内裤 其实这些相对来说都可以避免就是后背勒出内裤的问题 这个可以展示内裤 我们就节眉时间交换一下这些比较私密的信息吧 第一个其实这个是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 是Lululemon出的一个无痕的丁字裤 这个第一我觉得穿着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 我不推荐大家买这个样子的丁字裤 因为它的这个边缘是有一个类似于锁边的一个设计 这样的丁字裤你在穿着的过程中虽然不会说勒出来四瓣体股 但是它还是就能看出来非常明显的内裤边缘的 还有这条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 它是Maya Active的无痕运动内裤 然后这个其实从穿着的舒适感来说和无痕感也是非常非常不错 第三个问题就是运动裤透光怎么办 尤其是我自己其实特别喜欢穿浅颜色或者是鲜艳颜色的运动裤 但是就是免不了有一些那种颜色非常好看的运动裤 就会有轻微透光透内裤的情况 但是如果说你穿着它做深蹲的话 你里面就真的是一览无语 也不能说一览无语吧 但我会觉得特别的没有安全感觉 自己向裸奔 这种情况下第一选择肉色的或者是跟你运动裤同色系的内裤 这种是最最隐形的 第二个小技巧就是把你的运动裤往上拽一拽 让你的屁股的部分有更多的面料来伸展 这样它相对来说就不会特别的透光 尤其是在你做深蹲啊 或者是在你去练腿啊等等一些动作 第四点呢算是一个小心机 就是如何让你的屁股在穿运动裤的时候看起来更翘 尤其是你想要拍照健身打卡的时候 然后这个方法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你在你的裤子后面稍微搂一下 然后让你运动裤子稍微假一点在你的屁股里面 这样可能拍照就会看起来你的屁股更加的立体 然后就会看起来更加的翘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啦 我是Gulu 我会在这分享更多的减脂食补和健身战货